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 在第一阶段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 登高望远 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的重要讲话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十周年 也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十周年 尽管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 但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 也再次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二十国集团要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 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 但各国走向开放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 在这一进程中 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 携手合作 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 面对重重挑战 我们既要增强紧迫感 登高望远 以负责任态度把握世界经济大方向 习近平强调 保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共同需要 催生了二十国集团 十年来 我们同舟共济 陆立同心 推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深渊 走上了复苏增长的轨道 十年后 我们应该再次拿出勇气 展示战略视野 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第一 坚持开放合作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我们应该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 中方赞成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 关键是要维护 开放 包容 非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和政策空间 要坚持各方广泛协商 循序推进 第二 坚持伙伴精神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各方应该坚持财政 货币 结构性改革 同时关注新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挑战 加强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 重视教育和就业培训 我们既要立足自身发展 也要敞开大门 鼓励新技术 新知识传播 让创新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 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深入研究 认真探索合作思路和举措 第四 坚持普惠共赢 促进全球包容发展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将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 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鼓励公平竞争 主动扩大进口 中方希望各国共同营造自由 开放 包容 有序的国际经济大环境 许多与会领导人表示 强劲 可持续 平衡 包容发展 在讨论公平和可持续未来议题时 习近平指出 20国集团的经济规模 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80% 只要我们每个成员的经济 都保持稳定和增长 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交换了意见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主持会议 峰会开始前 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 杨洁篪 王毅等参加有关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